大家好,我是超子,今天给大家分享比蛋糕还松软的发面千层饼做法,记住这关键几点,保证您看一次就能学会,话不多说,接下来开始操作。 首先盆中放入300克普通面粉,3克高活性干酵母,5克白糖促进发酵,加入180克40度以下的温水,用筷子搅成面絮,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 面揉好以后,无需醒发,放到案板上,下面撒一些白面,用擀面杖擀成长长的饼状,面饼擀得越薄,分的层就会越多。 擀好以后,准备20克面粉,浇上一些热油,放入少许盐,可以再放一些13香或者5香粉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,简单的油酥就做好了。 把油酥倒到面饼上,用刮板或者刷子刷均匀。 刷上油酥以后,在面饼的两面,分上6个等份,切口为面饼的三分之一。 如图所示,按照我的手法,把面饼遮叠起来。 遮叠好以后,最后把口封住。 再次把面饼搓成圆形。 用擀面杖在面饼的两面,把它压平,擀成饼状。 切记,面饼不要擀得太薄,厚度约为1厘米左右。 往面饼上,喷上一点清水,撒上100粒白芝麻。 再用擀面杖,轻轻地压住,使芝麻全部粘在面饼上面。 做好的面饼放到蒸锅里面,先不要开火,盖上盖子,醒发半个小时。 半小时以后,再开火,开锅以后,开中火,蒸15分钟左右。 时间到,先开盖子,发面饼就蒸好了。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能吃了,但是为了更好吃,我们需要煎制一下。 电饼铛或者平底锅,提前预热,刷上一层油,放入蒸好的面饼。 上面再刷上一层薄油,全程开中小火煎制。 面饼本身就已经熟了,所以不要煎制的时间太久, 把两面煎至金黄以后就可以了。 这样做的发面千层饼,蓬层渲软,层次分明,比面包还好吃。 学会的朋友们,记得给抄的点个关注,点个赞,再忙再累, 记得按时吃饭,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